除了有高檔的金錢包這些酒店之外 其實你要小心那種所謂 三百倡飲 五百倡飲 因為所謂的五百倡飲是說 因為台中的酒店大部分一個人的低消 一個人低消是五百 你不懂得想說五百嗎 五百比米金比較貴 還有這種所謂五百點有沒有 為什麼你進去了以後 酒店包廂不是都會有個桌子 要放酒 要放那些有的嗎 有的會有一個布把它蓋起來 放在布上面 那麼等到你喝得很不爽的時候 要走的時候 他拿著小檔 有七百幾 還有十幾萬的 他說十幾萬 你是跟我說 我說王八蛋的 對不對 喝王八蛋的嗎 他就把那個布一掀 你喝這麼多酒 那個布下面空酒瓶 對喔 空酒瓶 這麼厲害 那個洋酒 好 你也會說 沒辦法補給人家的DNA 對啊 都是空酒瓶 然後聽你就出來了 沒有啦 四五個就出來了 聽你現在要怎樣 我們要處理一下 他們那個騰棒都有個特色 會用一個酒杯上面一個女人 他用這個 男人想喝酒的時候 給你拍在裡面 男人想喝酒 給他看著那個女人 酒店員 你就是這間寶寺 又燒 又讚 你裡面 你就被人帶載的 那個牛肉 你就被人帶走到樓底了 週末晚間8點55分 等您上線